我什么时候说要回家了 三年前你说的呀 我不走啊 你买张票 赶紧回家 难道你永远就不回家了呀 三十岁 你等到我三十岁 要么我在这里买个房 要不我就找个人嫁了 要是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我就踏踏实实回家 再也不往外跑了 那是我失恋闹得狠话 狠话也是实嘛 再过几个月你就三十了 我看你许的那两个月 哪个都不像能实现的 你 你啊 你说你就认命吧啊 回家来多好啊 非要在那个大城市里 妈 看着你年纪月收入市一万户 要交房租还要给我们 你一个月下来 你都是两手空空的 你在那种大厂的身体 还一年一年的混在那儿 你算岁数呢 妈 我饿了 我从昨天下午两点 到现在还没吃过饭呢 等我吃饱了 你再让我认命 行吗 我希望在自己三十岁之前 能升主管 就当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了 三十岁之前 这么没几个月了吗 所以我想提速 您觉得我还需要 做什么样的努力 咱们集团有这么多的分店 有这么多的销售 每个基础销售 都在相同的赛道里 想要从中脱颖而出 你认为 最终拼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认为的是 拼客户资源 拼销售业绩 做亮点 比拼业绩更有效 明白 我相信 升职是做出来的 不是等出来的